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國文 英文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那麼強幹嘛呢 三民主義死在那裡 你能夠強的時候 那就是你在切為選田志願 那個地方 三民主義是嗎 對 我們這年代沒有考三民主義 對啊 我們也有 你太久了不知道什麼東西 各位同學 果凍 再滴塔加考三民主義 所以你們才會講那種無關的笑話 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沒有就經過我們還要考三民主義 那你最爛的是什麼 理化 數學 數學 我是社會組啊 社會組不用理化 但是我數學 數學非常爛 但是最後我就賭運氣 我把我的國文給... 英文給三民主義給收住 歷史地理保持... 保持平穩就行了嘛 數學我根本就放棄 只要不能... 那時候你有一顆零分 就不能選了 對 就沒有辦法請選田志願 所以我運氣... 考零分很難吧 怎麼可能會考零分呢 其實容易 我有考過 那種說很容易 真的啊 對 是不是考不好 你答錯還是還有負的 以前... 這已經負寫起來 倒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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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考試的那一年 數學是被所有的那種什麼 學校老師罵 說今年的數學不應該這樣出 太難了 怎麼樣 結果那一年的高... 以前還有高標跟低標 高標準 就是大家平均的高標準在哪 低標準在哪 那一年的高標準是 四十二分 就是全國的考生 精英都來考了 跟爛的人一起考 那平均的高標是四十二分 低標是十二分 十三分左右 我就因為靠瞎猜 必然拿到二十四分 我按照道理 我的數學在那種情況之下 我數學絕對是一分或者是一分 完全不會啦 對 就是 對 就中標 中標 不是這個... 那你們兩位呢 為什麼要挑個寶寶 因為高中就是會談小戀愛 然後你平常就是會要瞞爸媽 也沒有什麼時間 小戀愛與大戀愛的差別在哪裡 小戀愛牽牽手 對啊 看看電影啊 或聊聊天吃吃飯這樣 去看電影嗎 我記得在補習班很流行的是 MTV 兩個人關在一個小房間 除了講果豆做小 我還能講什麼 其實... 我們在MTV很少講話 為了談戀愛而翹課 對啊 就可能 因為我那時候補習班 高中的補習班 樓下就是一個麥當勞 所以有時候 就在麥當勞談戀愛 然後就不想再上去上課 就翹課 然後有一次我媽打來 因為其實補習班 已經打電話跟我媽說 我沒去上課 然後我媽就打來 然後我就說 我媽在上課 然後我媽說 你在上課 補習班打來說你沒上課 然後我就... 我不是說我在廁所 待會打給他就掛掉 然後剷賽 然後回家之後 我媽就是 就把我狂罵了一頓 比較愛玩的男生 翹課可以說是任何理由 天經第一 說問題你那時候 已經在補習了還翹課 如果算重考班來講的話 其實那時候只是 你一個很緊繃 你每天生活都這樣 那麼拉緊的彈簧那種感覺 就是你必須要 受不了 受不了你可能就是想要 穿口氣 穿口氣去晃晃啊 可能自己一個人 就因為我那時候 對啊 補習班旁邊是什麼 電影院 東南亞是不是 白宮嘛 沒有... 在公館那附近 東南亞 對 就是譬如說會 可是我們的補習班又非常嚴 它是... 你有如果不舒服的話 它會親自帶你去看診 去隔壁的診所看 然後... 那你一錄之後 你就要非常會演戲了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奠定了我一個就是 努力想超 演戲中間發展的 對不對 對啊 一直在演得很像啊 臉色都很發白啊 然後到最後老師說 OK好 那我打給你爸媽 那你就先回家休息 那一回家休息 馬上就騎著車去看電影 就自己一個人就是 放鬆一個下午 那晚上我就乖乖站回去看書 就是放鬆一下 有時候真的就這樣耶 只是單純想要放鬆傳統器 對啊 你們的人生真的是... 那你們呢 所以你可以問一下他們嘛 那個補習失敗的 我只知道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要去補習啊 然後那時候理由當然也是有 就是談戀愛嘛 然後還有那個... 你談戀愛 因為喜歡的人都沒有來上課 然後還有中午 中午的菜色又不好 然後就很想要去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你那個時候在吵架 很流行吵架上 然後我想去吵架 以前又很沉迷那個什麼 九七九八格鬥天王那種 那個... 然後我就... 就一直在想說怎麼破關 然後我在想著 我是那個什麼波羅馬力啊 什麼的 不知火舞 然後我就一直想要去玩那個 不知火舞 對 你是波羅嗎 反正就是很多 這諸如此類的 然後不然就是 因為這個老師很機車不喜歡 會要考試你個人沒有看 然後會被打 所以從頭到... 你翹克都去哪裡 翹克... 釣魚 釣蝦場 釣蝦場或是電動筋啊 電動筋 電動筋啊 電動筋啊 然後我是那個投幣室的卡拉OK 在那個... 阿公店吧 那是在哪裡 沒有... 那我就是樓下一城 熊樹下的歌友會啊 不是 是密閉的一間 然後投幣室的 然後二十塊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 NTV啊 保齡球館 保齡球館 然後騎腳踏車 然後去提案 去合體啊 發呆 就是...對啊 一個人嗎 就跟朋友一群啊 像你們這樣翹克喔 有沒有老師不爽 然後跟你們爸媽 好高招 這就要很高招啊 你當決定今天要翹克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把家裡的電話先拔掉 他怎麼打通 但不會有人接 哇靠 真的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理得到 很猛啊對不對 會這樣耶 有時候知道說今天家裡 不會有人在 今天就一定要翹克 對 這樣子啊 不會有人在 跟翹克是等號 因為打電話就不會有人接啊 就這時候一定要利用一下 然後要翹克 對 或者要騙他說什麼 就奶奶摔倒或什麼之類 然後要跟他去看醫生 真的 就是或者是還有那個 說什麼MC來 忘記帶那個 然後什麼會露出來 要回去換褲子 這個我也用過 你聽得懂嗎 所以補習班 在這個抓翹克這方面 比學校鬆一點就對了 是不是 比較鬆 比較鬆 他沒有時間管制 以前已經教了 不是啦 品性的問題 他們就不太在乎 課業了 也不是 就是你不要去打架 不要有出那種大狀況 大狀況 因為他畢竟有時候 他的班級跟他的目的性不同 對 那小甜甜 那時候在補習班那時候對不對 有沒有跟同班同學談戀愛 有啊 怎麼可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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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幾個 跟一個而已 就是我最後分手的男朋友 然後是在補習班認識 你最後分手的男朋友 就是高中之父 你分手到現在 就再也沒有交過男朋友 對啊 好慘 慘分了 你們現在都單身久了 很久了 你看到很久了 高中風 不是 有高中風嗎 高中風啊 高中風啊 不知道 那些都有空去吃 都弄到 那你們三位呢 你們三位 還沒考慮我 他還在想要了解我位 你講到乾掉還要講什麼 裂開嗎 例如說怎麼追來的 或什麼什麼的啊 有這麼不想要 OK 好啦 你再貴見你... 是怎麼樣跟他 是傳指條呢 對 傳指條寫信 然後就是Ryu他沒有來上課 然後就是都有那個同學資料嘛 然後就在... 就打電話去問說 你今天怎麼了 然後就用老師的名義說 老師請我打電話 問你說你還好嗎 什麼 那到幾壘 沒有... 沒有到全壘打 三壘 三壘半喔 差不多 可是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還是... 沒有了解這個好 可以問他嗎 沒有問他 那上欣... 上欣在那個葡萄班大姐 這步伐好厲害 對啊 你什麼問 你們這邊應該不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很嚴 沒有 我跟你講越嚴越嚴 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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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談戀愛了 會談戀愛了 還是會 我坐旁邊的女生 我很幸運 我坐旁邊的女生非常非常優秀 她在這個國語文方面也很在行 是... 所以我剛去的時候很多 就我後來加入那個班級 她就會常常借一些講義啊 就看一看 對 然後... 她喜歡你嗎 那個時候沒有 不是 你沒有感覺到彼此之間有這種 埋電 有一點 有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 是我後來一直很積極的 就在課堂上我一直...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大家那時候都會背一些正愁語的詩 席慕容的詩 想要開始這樣寫一些 我答答的馬蹄聲 馬蹄聲 我答答的馬蹄聲 對 一起... 是我美麗的錯 我完全沒有 那我現在問好了 沒有... 我們有這東西耶 對我們講的 我知道 那個時候你才三歲 沒有 曾經那我再問你 你補習的時候對這個女孩子 有一點好感嗎 很有好感 你補習的時候對這個女孩子 有一點好感嗎 很有好感 那你們這個感情 有沒有幫助你這個 在補習班的功課更好 有... 有嗎 想要表現嘛 對 想要表現 那有沒有在上課 然後就故意用手肘 會啊 會... 怎麼弄 等一下 比方說橡皮擦在那邊嘛 那有時候就會想要 什麼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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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這樣子穿過去的 我都想 是不是太髒了吧 不要拿上去就這樣子 對啊 那你不如這樣拿好了好不好 沒有... 我哪有去做了我最髒的一次而已 你動作沒做完 來 你是女的 真的 他是這樣... 沒有... 真的沒有這樣... 好失望耶 真的沒有這樣 真的沒有這樣 閒失整個人 那有沒有偷寫什麼 紙條給人家 有 當然有啊 寫的是什麼 我答... 答什麼 是哪一個錯誤 或者是老師在講... 在講... 一首在講這個課的時候 我會根據這個課的狀況 寫一些自己的感想 把它寫成一個新詩 就寫這樣的這個東西 對 就是用這種方式 還是比較單純啦 他有反應嘛 他有反應嘛 後來我們算是有在一起啊 就是放學回家的時候 會牽手啊 然後我會送他回家 送他回家 你接吻嗎 我住... 有... 有... 我住... 我住忠孝東路七段 他們家在永和 我就每天要送他回家 讓我再回... 那你第一次是怎麼樣 第一次打分是在... 緊張起來 口急的話 有點想不起來了 沒有人性的東西 他現在看見他有多難過 你就知道 對啊 你就想不起來 我是不想... 我是不想傷害人家 我才不要再說了 對不對 都已經那麼久了 好玩是咧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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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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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完了 你們這些人喔 你們為什麼家不亂 人家後來是他的學姐 背叛的主角嗎 不是... 你們節目怎麼這樣 對... 請問你談戀愛嗎 沒有 不過就是我國中同事班的那個 大學的打工輔導老師 有在追我 那時候我才國中 十三天啊 太誇張了吧 大學跟國中 對啊 然後考完之後 然後他就開始約我 然後要出去什麼烤肉 說是一群 就是都是在衝刺班的學生 你那時候國中 除了身高還是168 其他都跟現在一樣的 差不多 那誰都約你 我們都會誤會啊 他知道你是15歲嗎 他知道啊 當然知道啊 考完之後 我們那時候有出去 出去之後發現 根本就不是一群人 只有我跟他 然後你就看電影 然後呢 去哪裡 看電影啊 看電影 你還敢去喔 小電影嗎 沒有啊 你看電影 就看大電影 大電影 大電影 在小房間裡面看大電影 MTV對不對 沒有啦 然後現在就還是不錯的朋友 我爸媽也都認識 一直到現在 對 我其實也要跟 就是在重考班有一個女生 今天要跟她講一下 是 我當時其實很 對不起這個女孩子 你知道在重考班裡面 男生跟女生其實 怎麼講 就很像當兵嘛 五豬賽貂蟬的那種感覺 男人一起你長得一般的人 人家也會對你 有一點就是好感 會把你當成一種 仰慕的對象 然後那時候剛好 我們每次一下課 就一片男生在樓下那邊抽菸 看起來又壞壞了 就是那種樣子嘛 然後就有一天就 搬上座很前面的女生 突然就拿一個紙條 就在我們一堆男生 在抽菸那裡打屁的時候 她就過來給我 我說我看一下 這麼直接 那就是給我看一下 然後我看一下就是她 她叫什麼名字啊 基本資料啊 新桌詞 個人檔案 對 然後從那天開始之後 她就常常不適合拿紙條給我 然後有時候我早上一到補習班 桌上可能就會養得多三明治 可是明明我在家已經吃過了 可能一開始我有時候會吃幾口 但後來因為我真的 她不是我的行 但她又很努力地來對我好 最後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有 那時候有點過分 我在享受那種被人家追 被人家對好 你對你很好那種 那種態度 然後有一次 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那時候剛好 我生日就在聯考前 然後剛好聯考前 那時候大家就已經在 衝刺在念書的時候 她還特地買了蛋糕 然後找了我們幾個 重感班比較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的補習班隔壁 就是一家Motel 對 但是 她就是 就是定了一個小房間 就是我們大家去那邊玩 幫我慶生這樣 給我們驚喜 然後其實玩一玩完之後 所有朋友都慢慢 該測的都測了啊 只剩我跟她 我就覺得她其實是 準備要就是跟我多 生日表情你知道嗎 生日表情 但是我那時候 其實我真的就是 對她沒感覺 但是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真的很 我真的跟你真的沒有 對不起 我個性硬不起來 我就說 我就說我真的 跟你沒有... 不可能啦 我覺得讀書比較重要 我就跑回補習班去念書了 所以你沒有吃 沒有... 但是那中間我覺得 我就一直 有一點是在男生面前 會炫耀 譬如說 怎樣 就是裝這種樣子 我現在... 對 我現在想起來其實很對不起她 她長得怎麼樣 她長得其實算漂亮 算漂亮 算漂亮嗎 那你... 其實不會耶 那個... 真的... 聽... 但是你知道 不太能偷啊 那從那一次 某天有事情之後 那個女的對你態度是怎麼樣 她還是一直很好 就是一直就是在付出這種 這種角色啊 就是會買一些那種 以前很流行那種勵志的卡片 那個書籤之類的 書籤 對 然後或是買那種鼻筒啊 就會放你桌上 就是很多女生小細心的地方 對感情一定要對得起 對方對得起自己 不然就會有報應 真的 不像這樣 不背叛 君小依的... 你們都覺得她是報應嗎 不然呢 不然長得人模人樣感應 沒有...等一下... 不過她今天呢 還永遠記得這一段情 而且在今天講出來這個道歉 這已經難能可歸了 對 對不對 那妳當初有沒有殘害 什麼樣的男人要跟她說對不起 我都被殘害 現在還這不得性啊 那不是後天的啦 我是沒有就是請過家教 可是我有當過家教 我想要跟就是當家 就是我教的那個小男生說 抱歉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我教她的時候 沒有 國中男生嘛 我就很想了解他們心態 所以我常常上課都沒什麼在上 我就說 你覺得姐姐漂亮漂亮 你喜歡姐姐這個型的嗎 好厲害 你覺得姐姐身材好高 該不會還偷了 要不要偷的時候 姐姐看長大沒有 好帥喔 好帥喔 對 然後因為她生意已經變身了 有喔 她生意已經變身 有一次我還說 你已經發育了 長毛了沒姐姐看看 就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啊 她就覺得我很奇怪 有一次她就說 你真的好奇怪 你到底是要來教課的 還是問一些怪問題 對啊 所以我要跟你說抱歉 除了補習班要慎選之外 家教更是重要了 真的 送掉了 送掉了 每張都兩張 曾經連考過了你 是不是回憶起當年補習甜蜜 和痛苦的回憶呢 我們來聊當學生的時候 你們痛苦嗎 不痛苦 我們剛剛在後面聽你們講什麼 生病不想請假 我真的覺得很詭異耶 真的嗎 因為我們需要太好玩 真的喔 你需要太每天去 五十幾個女的陪你玩 太強了 對 因為喔 對 難怪我終於知道 那個原因在哪裡 因為高中的時候 我們班全班沒有女生 對啊 你讀什麼科啊 電機械科啊 難怪 全科只有兩個女生 整個是無聊啊 痛苦 而且工科的女生 有些也很MAN 他覺得工科女生少 所以女生又MAN 背後看幾乎叫他男同學 這位男同學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看我們學校那個時候 一年級一個班嘛 一共四年嘛 四個班 一個班平均有五十個人 五十個人裡面 那男生大概佔十五個 女生佔三十五個 你們班那麼多 對啊 你們班算錯了吧 沒有 我們班被這個 留級的人比較少 我們班 不到十個男生 我們不到十個 你們班幾個男生 十個男生 然後加上那個 留級下來兩個十二個 原來我們一直百事不得其解 也沒辦法解決的 那個學生的問題 原來就在於班上 男女生的比例 對 比例 比例一定要選出 我們班還有一個男生 到四年級要畢業了 他想盡辦法要留級 他不要畢業 他這麼好玩啊 這麼好玩啊 學校這麼好玩啊 他去求老師 不要讓他畢業 不行 他還是要畢業 那明道你最痛苦的是什麼 寫作業 我終於想起來了 整個最痛苦是寫作業 因為我非常不喜歡寫字 然後我會覺得就是 我如果上課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 上課時間處理完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要我 回家以後再為這個東西 再付出一些什麼 我覺得很難 覺得很痛苦 對 我覺得課堂外 所以你就把上學當成在打工一樣 也不是 有一點算 就是我覺得 我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給你做完對不對 對...我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比如這八個小時以內 我把我事情做完 但你不要叫我回家 再做一些什麼 我覺得痛苦在這裡 就是寫作業 我從小到大作業都是 比如說學期末的時候 然後我一次交一整本 然後老師一次改一本這樣 老師願... 可是學期中間 不是會有學業收查嗎 那個時候就不是就要交... 就閃避啊 我這個人從小到大什麼不會 就是閃避 這是國外這樣的作業 回家作業 你白癡啊 沒有齁 學校都沒什麼作業來 回家 學校都沒什麼作業來 回家 痛苦我覺得最討厭就是叫我背書 就國文 比如說背課文啊 或者是那個時候 國中的時候物理化學 要去背那些 一些元素的名字 我覺得那很痛苦 對 要我算數學那樣都還好 可是要我去背書 或是背地理 然後背... 化學要... 對 那些我就覺得很痛苦 像我每一次國文考試 通常譬如說都是80分的選擇題 或者是是非題 或者是什麼... 智慧填充之類的 然後後來都會有個15分 或20分是考課文 我永遠那個考課文 最後一大題就是放著爛 就是完全不背 所以我每一次國文都是 譬如說滿分也最高就是80分 或者是75分 這樣子 國文翻譯我可以 默寫就0 因為翻譯它有一個課文在那邊 反正就... 大概起碼有八成這樣 寫一個大概這樣子 默寫掛 對 完全就是它... 然後接下去只寫那三個字 寫完就沒有 因為不會扳 我也不可能 完全不知道該哈拉什麼 我算滿... 那這樣我算滿會背課文的 對... 然後... 然後五分鐘對 然後一直要先還記得 怪 不曉得它就是... 我一定會外星人抓的 可是其實別的課文 沒有背這麼快或是... 但是這一個是就是最... 可能我本身很正氣 沒有 可能是你本身不正氣 所以需要背這種... 對啊 然後去寫一下 然後來... 來平衡一下 曾經遲到過的請舉手 沒遲到 遲到一定會有 經常進遲到的請舉手 那倒... 那我家真的... 我家真的... 坐公車 坐早上五點五十 第一班嘛 我坐到學校已經八點半了 真的喔 對 因為我們學校都是 在木炸 我在住淡蟲 那它要開啊 那個指南客運嘛 二路 我還記得 二路... 一片流上去五點五十 上去你開始坐...走到位子 睡到醒 精神來 怎麼還在公館 你看 所以我到學校都已經八點半 那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真的喔 對啊 你看這多恐怖 我讀國中的時候就滿遠的 我大概小學要畢業左右 我就搬離開台北 搬到台北縣 但是我讀書還在台北市 所以我要坐公車 對 也是早上一早坐公車 坐到台北市 我們那個公車很可怕 就像現在日本電車上班 那種擠法 擠到那個公車也是指南客運 指南客運 二零二 二零二 你知道嗎 它擠到那個公車那個門 每一台沒有是好的 都是變形的 而且那個門不是電動 都往裡面關起來對不對 然後關起來應該是平的嘛 就是說我的司機 它是平的 全部擠出去 就是往外擠成歪人 你知道嗎 我有想到一個我坐校車的 是 坐校車 我那時候坐校車 它也是就是 跟客運公司租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坐校車 因為我們家裡學校很近 差不多開去只要十分鐘吧 然後每次到我這一站的時候 都超多人 就擠到已經門口那邊 已經擠到滿 然後有一次就是 就是開在那邊 然後就停車 然後司機門就打開 我想說怎麼又這麼多人 我就先把一隻腳踏到那個 樓梯那邊 想說先看一下有沒有位子 結果那司機以為我上去 他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就夾到我的腳 他就要開車 他就要開車 然後我就瘋狂拍打車門 我還開門... 然後還在後面追 然後就... 你怎麼追 你一隻腳這樣跳 這樣... 我朋友就... 天啊 而且我還穿短裙耶 就瘋狂這樣開打車門這樣 然後就有人講說 很大聲講說 司機先生有人被夾到了 有人被門夾到了 他說誰啊 怎麼會被門夾到啊 然後一開我就頭很低 然後就很多學長說 學妹...來站我旁邊 不要被門夾到了 然後我一去學校 我想說應該是沒有人發現 結果我一進教室 他們就說 人曉得你今天是被那個門夾到 因為全車人都看到了 很紅的 我一樣討厭上課 可是我不會想說要... 要去翹課或者是請假 那唯一沒有去的 就是那種玩自喜 但晚自喜就算沒有去 他不算 他不算是正常的那個 缺況課的紀錄裡面 那晚自喜為什麼不去呢 有時候就很晚已經想睡覺了 然後就... 就晚餐吃 一便當都是下午就要先叫 然後就既然晚上的便當都已經叫 我就留下來吃 跟大家吃完晚餐之後 我就回家 那個時候最無聊的就是 大家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可是我們連續喝了一兩個月之後 開始會想吐 但是一樣又有人想要訂 所以我們就一樣同意訂 然後訂完之後我們就是把奶茶都喝掉 留一整杯的珍珠 然後再拿那個吸管 開始這樣 就是當主張要跳完 你們有玩過嗎 那年代沒有 那年代沒有 那年代杯珍珠奶茶 我們就是開始 以前都還是買珍珠奶茶 然後買到最後的時候呢 就是直接跟店家說 給我一杯珍珠 就也不要奶茶了 然後後來一開始在自己班上玩 結果隔天被老師罵 後來大家學乖的 跑去別班玩 然後把別班的門敲開之後 就開始在裡面對戰一下 其實就很像在玩漆蛋 只不過變成是用珍珠 好噁爛喔 然後到最後可能天花板 然後書桌都是珍珠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會 譬如說討厭搬上哪一個學生 我們就會... 他回去的時候 我們就坐在他的胃子上面 然後開始往天花板 一直狂射珍珠 然後整個天花板都是珍珠 然後到隔天上課 乾子的時候 他就一顆一顆掉下來 他就上課上課 然後過來這樣 就一顆珍珠 然後在桌上 其實那個大顆打包會痛 會有點痛喔 很大力 對 我們到最後還會比 兩個人站在一個目標 然後看誰可以射到最遠 就是打個比肺活量 看誰可以射最遠 然後或者是比準的 比如說現在我試著射那個杯子 或之類的 然後還有不然就是那種懲罰 就是現在綜藝節目的原型 就是有一個玻璃 我們就在他玻璃窗前面 然後叫他面對著我們 然後就很多人朝他那邊發射 朝臉上 看起來就很可怕 因為你看到珍珠過來 但會擋在玻璃上 很刺激 就很多種玩法 我們到時候 像仙草可以玩 就是噴出去 不是一顆 是一攤的那種 然後打到就是 然後那種 如果真的是年代不一樣 像我們這個年代 彭哥呢 就是也沒什麼珍珠 也沒什麼青蛙下蛋啊 對不對 他直接用他的尿 在裡面丟別人 因為我們家裡家境不太好 你尿在哪裡 沒有錢去買這些道具 尿在紙袋裡面炸彈這樣 尿在水球裡面 塑膠袋 然後砸人喔 對啊 專門砸學長 那你就會上課的時候 一邊上課就一邊製作嗎 沒有...就是下課 下課就衝到廁所去 去做 對 你會一次做一個 還是你會分批這樣 一次做一個 因為我一次只有一個目標 如果砸到這個學長 我覺得今天就過癮 那今天資料就很齊全了 我就可以快樂一點 不怕他報仇嗎 他找五個 被抓到就一直 對不起嘛 就說我要打別人 不小心打到 沒有...就承認 然後就一直道歉 苦肉祭啊 他就原諒 然後這樣子大概可以 抵大概一個禮拜 再砸一次 就沒事了 而且彭哥還會叫人家名字 譬如他砸你 你鬧 然後你就 然後我就不料了 今天整天就不上課 然後隔天來就道歉 一直跟學長說對不起這樣 他會問你原因是什麼 沒有原因 因為他也知道 他也會 所以我就下去 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彼此之間的遊戲 那當有人叫我的時候 我就跑 也不要回頭 這樣 對... 我們以前還玩一種遊戲 你知道 我有一個同學叫什麼 叫抓抓的 你知道嗎 譬如說 他轉在前面 我在後面走路 抓 他一定在玩 後來我跟師父跟他玩 我跟師父跟我講 行...不能再玩 我為什麼 然後他... 樂不烈 樂不烈 他在講有沒有玩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一定要 他申請過專利 你有沒有講 他這麼厲害 我自己一定要... 沒有... 沒有... 他們以前還會怎麼樣 在那個什麼 我們學校有樓梯嘛 那這邊有一個洞 就樓梯在中間 你要走過那個洞 都要小心 他們很賤的 就在那邊喝一口水 就... 你一走過 就吐下來這樣 我看過你們玩最無聊的是 中午吃飯 然後我看他們在大賭 你在賭什麼 我們在賭誰喝洋樂多 喝得最多 他 洋樂多 喝很多人不舒服耶 會吐啊 對啊 他在那邊喝... 吐 還有什麼 吃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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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烤喔 老邊要... 很像咬檳榔 你們在唱風啦 那他們很怪的 吃檳榔 比賽那種養樂多 不是透明包裝嗎 一人桌上就放一整碟這樣 開始搬 搬到道吧這樣 對 誰先吐誰輸 然後輸的人就要給那個贏的人 幫他付養樂多的錢 就這麼無聊 所以你說我們為什麼要 不去學校玩樂 對 學校好好玩喔 再加... 誰跟你玩這個 真的 爸 我們來比這個 不是透明了嗎 真的 提醒你們一下 你們講故事還是要好好講 這個今天講不好的 我們就要到那個三立的大體 大喊 我對不起學校 我對不起我自己 我對不起不忘包嗎 那有一種 還有後來才講的啊 對啊 講討厭 我剛剛想到討厭的還有一個 趕快擠... 趕快擠就對了 還有一個很討厭就是 你們以前會不會老師發考驗 會點名然後講分數 會啊 有些老師會故意要講分數 那超丟臉的耶 就比如說 分數最高的擺最上面 然後老師就說 好 零名到98 慢慢拿... 然後後來他就用丟的喔 就這樣飛喔 然後同學就出去這樣接 很羞辱 對 滿天接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考理化 我超討厭理化的 會計也是 我理化 那時候我們理化的老師 是一個外申老師 他講話就很嚴重的音 相音 對 相音 那種比如說他有一次我理化 考兩分你知道嗎 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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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非你都沒有 然後就對一提示而已 對 猜到的 然後後面都沒有 因為他要算數 然後他就這樣子 對 他就這樣子 謝巧威 兩分 你為什麼不考得立分 你考兩分 他就沒有考到好結 我覺得那真的很丟臉耶 以前我們學校的學生會 會這樣 不是整學生是整老師 我覺得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教室在三樓 然後男生就會 比如說下課都吃口香糖 或者是吐灘 然後就往下面這樣 然後吐在那個老師頭頂上 好壞喔 看誰經過 就這樣 然後就往下吐 然後如果老師走太快 會吐到下一個 我覺得那是誰啊 然後 然後我們就全部 然後我也吐過耶 對啊 我也吐過 我吐過好幾次口香糖 就會吐下去 然後那個時候倒會有一個心儀 就是只要經過那種旗樓 你要出去或者是要進去 都會用衝的 我也是這樣 真的 我也是 就是你不敢是正常這樣 你要看的時候發現 我要進旗樓了 然後看一下上面 然後趕快衝 對 我以前國小的時候 國小六年級 少了五年廁所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太會少了 不知道耶 真的 就是同一批的人 然後就是從二年級開始少 少到六年級必須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次 因為你少廁所 難免會遇到那種 因為很多小孩子嘛 然後就會 難免會有一些比如說 上廁所 上在褲子上面 然後有一次我們是遇過 是有人 一進廁所 我們大概就一直圍著那一條大便 在想說 在研究它是怎麼樣 大在那個洗手樓 因為它旁邊非常的空曠 然後還有一個鏡頭 我們大概就開始做動作 模擬說它是這樣大嗎 然後大就軟了 然後還有遇過那種是 就是上一間一間的嘛 還有那種一打開 它不是上在馬桶 它奔在牆上 好像是太急了是不是 褲子瘦到一半就啪 那你第一次交女朋友的時候 是幾歲的 高中的時候吧 高幾 這麼難 這麼多 好像高二高三了吧 有聽他嗎 有 有聽他耳朵嗎 對啊 應該是聽到哪裡 就嘴巴碰一下這樣 有生舌頭嗎 一開始 一開始 我不可以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 那是嚇跑啊 一開始一定是嘴巴先碰... 然後如果真的是 後來才有生舌頭 對啊 對啊 有摸奶嗎 沒關係 他問其實我們也可以 有選擇 不回答跟不回答的那個 對 我很想喝他 那你咧 那你咧 你說我摸人啊 你幾歲被摸的 看吧 不要問 我高中之前都沒有交過男朋友 那你有暗戀嗎 有 可是我暗戀的對象很奇怪 因為我暗戀女的 就是... 其實女孩子為什麼在這種 生長的過程中 就有一陣子會變成T 高中的男生我都覺得很幼稚 學妹... 學妹下課啦 你講...他們... 完全就中獎啦 你那來講 國日照這個... 那當時有先手嗎 有喔 舌吻嗎 有 舌吻 舌吻喔 對啊 那...再問一下 這個部分啊 就是你剛才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思考怎麼回答 好嗎 這樣好了 有沒有不小心碰到 對 我就是要 就是因為你兩個人 其實那種小男生跟小女生啊 其實他們會 其實還是會很... 就是不好意思靠太近 或是自己摩擦之類的 那但是比如說 你有女朋友以後 你會藉機的比如說 當我們坐在一起 或是走路的時候 對你其實沒有興趣 我可以為你要示範啊 就是你會手有意無意的 但是他也知道你有意無意啦 但是他也不會生氣 就是這樣子 對 那第一次呢 一定是十八歲以後 那你們會記得這個特別的日子 女生會嗎 男生不會 真的啊 我不會啦 你會嗎 我怎麼會記得 我怎麼會記得 不過我發生事不一樣 因為我們發生事有日子 特定節日的時候嗎 對 我們是在中秋節 你剛剛真的說清明節啊 我們在中秋節 你是不是固定選那一天 不是 因為中秋節 是一個很正典的日子 為什麼呢 因為中秋節要賞月 賞月是不是在晚上 而且在外面 不是在外面 戶外 不是 就是一定要找一個外地 比如說我們在台北 那我覺得基隆的月亮還比較 我那時候真的傻傻 還是女孩子跟我講 我們去基隆啊 賞月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就去啊 其實我那個心裡在想 很擔心 沒有車 你們回去啊 因為以前要坐火車 跟那什麼客運嘛 沒有車 然後我說 不是 你沒有車 哪有錢坐計程車回台北啊 沒關係 我朋友家住那裡 就去...去了就...你知道 你有掉淚嗎 抱著學習那些太淚了 沒有 他掉淚了 他掉淚了 痛 為什麼 他為什麼掉淚了 開心 激動 不是... 接下來我們更好吃 休靈的經驗好不好 被打過 對 最慘的一次 你知道國小的時候 我們老師他... 我們國小的老師很妙 因為他當兵的時候 他是...聽說是排長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官 然後他那時候來教我們 我們班 然後是小學生 他每次要打他說 就位 他叫我們去 就位 他叫我們去 不管男生女生 就跑到那個黑板上 然後手貼著屁股翹高 然後拿那個掃把 掃把 對 就這樣行 那時候我就覺得好可怕 以前我們有時候打是用皮匙 貼...貼紙 貼紙打那也很痛 一打下去整個手都腫 他是平打嗎 像這樣 對啊 平打 身超...握住耶 這樣折過來打 你去我們老師這樣 轉過來 然後... 打手被... 對... 那個多痛啊 我有被反過來 然後用藤條打過 這好像有沒有 玩...我們打球的時候 吃蘿蔔乾一樣的那種感覺 折到... 折到一樣的那種感覺 痛的 這樣 對... 我國中是比較慘 客桌椅那個板子 板子 還這麼寬嘛 對 這麼長 我們那時候我最多被打過 兩百多下 打手 因為今天一起發生太多的事 打手嗎 打屁股 一次啊 他手就插口袋 就是要去打 打斷就換一支 就是要去打 然後叫我算 然後你來算 我來打 我們從這樣翹著打到啪的這樣 就兩百多下 打到最後都麻痺啦 因為兩百多下 怎麼會有感覺最後 而且他打到最後 也越打越美麗 我很奇怪 我一直以來 都是被水管打 被水管打很痛耶 很痛啊 而且就是像 就這麼粗啊 我不誇張就這樣 然後就是打手 然後很多... 每次我們一群人一起被打 打到最後 大家都是跪在地上 就是打手 可是真的很痛 然後有時候沒打準 又打到手 然後旁邊最痛 為什麼... 為什麼要被打 為什麼 考不好還是壞 就是考不好壞都有 但我唯一一次做壞事是 那個時候國三 那個時候還有髮禁 可是其實我有染頭髮 但後來其實已經很明顯 基本上沒有瞎的 都看得出來我有染 但那時候訓導主任 在抓我染頭髮 我就一直說沒有 結果他就把我媽叫來 結果我媽就開始跟他吵 然後就說沒有染頭髮 其實我還... 因為基本上沒... 因為那時候你染 剛染... 剛染也就算了 可是染一陣子 就有兩截的顏色 你知道嗎 就很明顯 然後你媽還在那邊 硬要說沒有 然後後來回去之後 他就... 把它染回來 但我遇到比較多... 打都還好 遇到比較多是那種... 就是羞辱 因為那時候我功課也不好 他不知道是... 就對我有什麼意見 然後看到我就說 幹嘛染頭髮 怎樣怎樣 然後有時候講到什麼事情 他就會再轉到我這邊 然後再藉機來講我 然後不然就是講說什麼 我國小... 從小就是都喜歡穿名牌 怎麼樣... 但其實沒有 我國小T恤就HAND TANG HAND TANG真的是名牌 我都穿這樣 對 那我認知上的問題 對 那我認知上的問題 過學校該不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你成績好跟不好 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尾立師對待上 待遇上面 對 比如說 比如說我國中的時候 其實我功課都還不錯 很妙就是有一天 我們有三個很好的朋友 就翹了一天課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翹課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腦袋裡面就是 覺得翹課是好匪夷所思的事 所以是逃學 沒有 我們就是翹課 就是我們那天早上就說 我們不要去上課 好...不要去上課 就不要去上課 三個人就跑去外面 然後厲害的是 在那一天的前一天 有一個同學 但因為他不是很好的學生 他有點壞 就是學校很壞 結果後來被調到這一班來 他翹兩堂課 結果據我們的同學說 因為那時候 我們老師在別的班上課 他有上國文就 科任的老師在別的班上課 然後就跟班講說 如果這個人來以後 你覺得他到哪一班來找我這樣 據同學 因為我們都沒有看到 據同學說 因為我們那個老師喜歡拿馬鞭 但是他打我們的時候 他會就是 就是他會看力量輕重這樣子 據說他看到那個學生 他就把那邊標過去 然後就踹他 或是就是很拳打腳踢 這樣之類的 因為他以前也帶過那種很壞的班 所以他也很習慣 他有這種對待方式 不一樣的 他知道這種教育 然後後來我們那天 翹課以後 本來都還沒事 到中午忽然發現 前兩天那個誰好像跳兩堂課 然後這樣 我們就整個很壞 你知道嗎 隔天什麼拜會被死掉 因為一整天沒去 結果後來那個時候 我們去後來到學校 回學校上課的時候 他就… 我們整個上課 我們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上課結束 來,你們三個過來 然後因為他有打電話回家 就是有跟家長講 為什麼沒有來 然後他就這樣叫我們來 然後我們看他好像沒有很生氣 我們就一直還是 維持住那個 很戰備的狀態 想說他會忽然踢過來 要閃避或是什麼 結果他 好吧,你們說要打幾下 因為他知道我們三個人 平常去不會幹嘛 翹課了不起就是 去山上玩或者這樣 打幾下我們說 打三下 好,那打三下 然後他就隨便打 也許你素行優良 你偶爾有問題 他覺得… 他會放一點水 但你如果素行不良 他也許就會 毆打你 放大那個… 因為他很… 下重手 主要是看你平常表現的 對,我覺得這個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最後必須要選出一個 講得最不好的人 我們三個選 我們三個投票 你緊張喔 你不要出發 明道剛剛最後這一段 是故意的 他故意講一整段表演 他不會被選到 對… 你不用客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我會準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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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就是…好不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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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你記得喊的時候 要加一個聲帶歌 我真的要去喊嗎 是啊 真的嗎 我們等一下要去喊 會出一台機會 對… 預備,去 現在 對,去吧 去 舒靜 為了音樂三加一 衝了啦 快點 我要去哪裡喊 你要去樓下大廳 對著那個整個大廳大叫 我對不起學校 我對不起光包 我講得太不好笑了 然後我對不起音樂三加一喔 對不起每個禮拜天晚上 九點半播出的音樂三加一 對,你可以講個全句的名字 跟播出時間好不好 對,還有我對不起 每個禮拜六在三立都會台 三十頻道播出的音樂三加一 公平 有現唱的五五六六 我對不起學校 我對不起老師 我對不起光包 記得每個禮拜天晚上九點三十 收看台式音樂三加一 三立都會台三十頻道 禮拜六 九點一眼三加一 還有萬元三號原生帶 已經發起了趕快去買 冒險提名個新生帶 所以要支持現在的獎牌 太丟臉了 朝鮮下次上國光記得用東點 我們趁這個時間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一眼三加一 這一張原生帶 你們人是非常好聽 而且非常特別 對,由他們這個個人的單曲 對,我們都... 其實這一次都是我們彼此在 在唱片裡面唱最多歌的 對 其實除了講說這是原生帶之外 也是算我們這幾個人 一個新的突破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 在團體裡面出的喬恩之外 我們兩個並不是主唱 是... 所以在這一次也全是整首歌 我來了... 沒什麼好笑 劉環禮拜六晚上九點 你去喊的時候 我們還特別在介紹這個 真的嗎 好像現在是晚上沒什麼人 我們應該要早上八點 九點半的時候 下午來錄 上班的人考 好啦,今天謝謝你們來參加 好,謝謝 祝你們一眼三加一 收視率越來越好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小燕 謝謝你們小燕 謝謝... 謝謝 謝謝